詞曲 李宗盛 詞 李宗盛 詞 李宗盛 詞 李宗盛 《摩河波爾波羅蜜經》第四品 叫《往生品》 我們大家目前的印象 什麼叫《往生》 在這邊命中 到別的地方去 這一品名稱是叫《往生品》 其實它的內容包括兩大部分 一個是從其他地方來生 是來生 第二大類是從這個地方命中以後 往生到其他地方去 比如說我們先看科判 《講義1085頁》 第一項 明菩薩行波爾波羅蜜 來生此間的三類菩薩 來生此間 就是這個菩薩本來在其他地方 現在生到這個人間來 這是來生 第二大類在講義1089頁 中間大寫的國字二 此間命中而往生他方的菩薩 因為來生從其他地方來生 人間的菩薩只有三類 但是從這個地方命中 往生其他地方有44類 所以這裡以往生品為它的品名 我們看一下角柱35 先看一下角柱35 殷生導師在初期大聖佛教之前開展 那邊就提到往生品 請波爾波羅蜜跟波爾波羅蜜相應的菩薩 有三處來 一個是他方佛國 在他方佛國命中而生到這個世間來 第二類是在都率天下生人間 第三類是在人間命中又回來人間 這是三處來 與夏品波羅相無相品所說相和 夏品波羅就是小品波羅系 說到與波羅波羅蜜相應 從人間這個地方命中當生何處的時候 廣說修菩薩行人的不同形象 共44類 就是導師歸納往生到其他地方去 一共有44類的菩薩 不過在這個地方各個版本 也開合有些不同 比如說像範文本 兩萬五千宗或者是其他的 也更多 比44類還多 這邊大家可以做版本的對照 提到往生 這不但是夏品波羅所未說 也是中品波羅後分所沒有 中品波羅就是大品系的波羅經 這表示了當時佛教界所知道的菩薩 不管是事實的 或者是理論的 或者是傳說的 有非常多不同類型的菩薩 那這些菩薩 哪一些是有方便 哪一些是無方便 正好可以做我們一個提醒 在休息的時候 值得留意的地方 我們可以做到一個主題 在休息的時候 在休息的時候 我們可以做到一個主題 那些菩薩 在休息的時候 都可以做到一個主題